观众朋友 我是周乐 欢迎您准时收看娱乐漫谈 我们今天访问的第一位嘉宾 他是Lone on Time的创办人 Andrew B. Andrew你好 周乐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Andrew今天来给我们讲一讲 如何来规划我们自己的贷款 这一件事情 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我们所说的也包括长期的贷款 也包括利用这个比较低利息的时代 可以把我们比较贵的这种贷款 能够还清 就是怎么样把它consolidate在一起 对 因为我想我们今天bring up这个话题 也是因为根据目前这个市场状况 我想在这个 最过去这一年 确实是可以说 这个历史上从没发生过的 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描述现在这个历史 这个市场状况 这个疫情爆发之后 这个美国有近千万人失业 好像一个大的经济衰退就要开始了 但是我们回过头看看这一年 美国股市一再屡创新高 对 那么另外一个这个 利息创新 倾替 然后这个 领失业金的人继续领 对对对 所以这个确实是 有点不可思议的一个状态 那么从这个贷款角来讲 对 我想在这个 我们回头看过去二十年 这个贷款来讲 虽然这个 Program 各方面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但实际上 我感觉 这个随着这个整个经济环境的变化 人们这个选择贷款 规划贷款 实际上还是有非常大的改变 像这个90年代末 2000年初当时这个利息 虽然跟现在相比 比较高 但是当时您记得 如果您把钱放在银行里面 还有利息可能 对对对 还有meaningful的利息 对对对 然后很多这个资产投资 这个也不像现在感觉这么疯狂 这个上下波动这么大 所以当时贷款 当时贷款我觉得还是比较 就是你就是为了帮你买房 那么我们回过头看看 现在的市场和这个 未来这个几年来讲 我们可能每个家庭 要面对的就是一个 最大问题就是一个通货膨胀 对不对 那这个现在基本上 可以确认 就是未来几年的通胀 一定会上去的 因为联储局也在使劲的 这个push这个消费 是 另外1.9兆的数字救济 就会在这个未来的这一个礼拜 甚至到下面一个礼拜 就可以完全通过了 对 另外还有一个最大变化 也就是我们看现在 在这个很多新兴的产业 包括这个疫情之后 我们可能很多生活方式 工作方式都在改变 当然有这种改变的状况下 可能预期的就是说 整个这个各种资本投资的这个风险 投资回报可能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就有一个新的norm正在形成 对对对 新状态正在形成之中 对这种状态就是说可能会force我们每个家庭 你不能再按照这个20年前的这种贷款方式 投资方式去思考了 因为这个货币在贬值 然后这个很多包括过去一年看到股市 各种资本投资 都可能有很大的这个机会 机遇在里面 所以这个来讲 我觉得做现在做这个贷款规划来讲 可能你要非常的 与你的这个投资计划 能够相对的结合起来 因为这样的话 因为你不可能说简单 我把钱就放在银行里 或者放在家里去等着这个升值嘛 那具体来讲应该用什么方法 尤其是要规划我们家庭的贷款呢 我想第一个就是说 怎么讲就是说你一定要 首先要了解 因为你这个未来你投资计划在哪里 不管你现在已经有没有投资物业 或者说你有没有想投入到股市 可能都大概有一个投资的计划 我是不是要未来几年会要再买房 不管是自住也好 还是投资住房 那你会根据你的这个投资计划 能够首先算一下你的buying power 到底有多少 也就是说你未来来讲 我要投资之后 那么我的每个家庭 我的这个整个的cash follow怎么样 因为现在基本上 你家庭理财跟你run一个business 其实没有什么difference 是不是 要有这种观念 要有这种观念 就是我怎么样 你这个说的太棒了 对就是怎么样 利用我的钱 这个能够让它能够产生更大的效益 更加有效益 对啊 那么所以你首先要知道说 我今天要比如买200万也好 或者再买投资物业也好 那我未来的家庭的cash flow 大概有多少 对吧 那你跟这种情况再选择program 而并不是说我一定要 这个带一个最低的利息的这个 或尽早还清这个贷款作为一个目的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来讲呢 就是说你这个贷款呢 就是说要考虑一个这个资金的灵活性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投资的机会 可能是瞬间就发生了 对不对 那么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你不想说我当时再去找资金 再去找可能你就miss掉这个chance了 那不行来不及 对来不及 所以你现在一定不光保证说 你每个月的cash flow能够比较 能够让你这个支撑你家庭比较长久 另外一个就是你有一个足够的一个 能够非常灵活的运用的资金 也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你要考虑说我一旦有这个多余的钱 我要放在哪里 就不要像这个以往一样 我说尽快的把这个贷款把它付清 对这个因为现在你把这个钱放回到房子里面 再想拿出来已经非常困难 所以cash out还是要时间 还是要审批 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的利息也不知道了 对对 所以这个基本就是我们家庭 你要这个一个什么样一个状态 就是说你的cash flow 再加上你的资金的一个灵活性 这是两个你希望能达到一个效果 好那我们剩下大概30秒钟的时间 我们请安卓来给我们介绍 目前的贷款的利率 到底比低的时候涨了多少 最近因为这个整个公债市场的一个大幅变化 整个利息上涨 接近在0.125到0.25 如果我们看这个未来的走势来讲 有一点大家知道 就是说一旦通货膨胀起来了 利息一定会上去的 所以这个低利息不会与通胀 这个是两个同时并且 它必须要提升才能抗衡通胀 对对对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 就是说一定要利用现在一个这个低利息的环境 尽早的做一个比较好的规划 把你这个一些program 或一些这个都定下来 这样的话一旦说利息涨起来了 你就比较容易去应对了 所以我觉得安卓最重要的 您要想讲的意思就是 虽然现在比较涨了一点 但是跟历史的这个足迹来比 现在还是比较低的意思 所以大家要做事 还是要现在赶快立马行动 不要在这边坐等 谢谢Andrew 谢谢 好的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第一段的访谈结束 还有两段精彩的访谈 千万不要走开哦 我们马上就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